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与小冰青对谈 今天讲一讲内地的舆论或民情的变化 有一些报章引用一些网民的说法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前所未有这么孤独 这些其实是什么是错觉呢? 以及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声音呢? 其实这些是有点改变的 因为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 譬如十多年前 因为国家不够强大就被人欺负 但现在反过来 是不是因为国家太强大 又成为了一个被人攻击的对象呢? 一个目标呢? 先生 这种逻辑思维的转向你怎么看? 你刚才说的问题当然是一个问题 我先回应你问的问题 我先说中国为什么会被敌事孤立 你说是否因为强造成呢? 强会造成这些事情是正常的 我之前在其他场下都说过 毛泽东在49年就说 中国人民赚起来了 我说这句话 就比较不会刺激其他人 你赚起来 我整天跪下吗? 我要求赚起来是一个正常的要求 不过分引连别人的意见 我想赚起来 邓小平不算说得很清楚 他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 邓小平使中国人民赚起来 邓小平说 让少数人才赚起来 但最后多了很多人赚起来 亦普遍地赚起来 赚起来 你也听过香港人有个说法 叫真人赚贵宴仁贫 你赚起来就黑人真了 因为不是个个都赚的 有些人没有你赚得那么快 没有你赚得那么多 都不赚了 赚起来会黑人真 所以我刚才说 叫伙计不要买跑车 就是这个原因 你做什么这么富贵 你黑人真 要知道赚会黑人真 你就要尽量压抑自己 情负的欲望 但中国穷得太久 很多人新发财 最想炫耀自己已经赚起来 有的人她没有那 Grove 用勇必要赚抑 但新的其意见 很多人很富贵 虽然富贵 要炫耀 最抱怨別人不喜欢你 现在 习近平说 中国要强起来 强起来 很恐惊 我比你弱,看你强弱,就怕你欺欺我 因为这个世界强弱,强欺弱 这些不喜欢你,偷偷地难为你,不让你强弱 另外有些本身强开,我强开我做老大 你又强起来?你强起来是损害我的既得利益 那一定会打压你,一定会打压你 所以你强起来,你标榜强起来 弱的又不喜欢你,强的又不喜欢你 全世界都不喜欢你 所以你不要扮强,越强越要谦虚 你才容易跟其他人相处 这一方面 另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儒家文明 我今天有写明日出 跟西方的基督文明 跟两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 一个是贼体主义 一个是个人主义 贼体主义是什么? 就是贼体的利益重于个人利益 中国传统也是 中国是天下为公 孙中生革命的 后面的牌匾整天下为公 孔子的学说都是公大于私 要克己服礼 克制自己服从礼教、礼法 中国的礼法是什么呢? 就是君臣父子生光五常 君主导的神 君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 父是代表家族的整体利益 其他人都要服从 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习惯 所以从疫情来说 公要什么? 整个社会需要什么? 每个人都要服从 每个人都要就着公家的需要 这些社会的管理效益可能较高 这些资源可以统一、调配 但是个人 即是跟西方自由主义相反 西方就是基督文明 就是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 每个人主要愿意忏悔 最后神也会原谅他 他们是重视个人 认为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 即使在社会的整体利益下 都不可以侵犯 所以西方是相对注重个人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 例如私有产权的保障 个人的自由保障 令到个人奋斗的动力是高一点的 中国改革开放 其实都是对一些私人的财富有得保障 私人的选择空间多了 但是西方这种个人权益的保障 在有些人来说 都说 不是真的这么普世 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方历来也是希腊时代民主 都建立在大量奴隶下 西方也是建立殖民地 征服者 基本人权 其实是征服者独有 非洲黑人没有 没有印第安人 只有强者才可以有 他说是不是真的普世呢? 也有些说 西方用这个作为干预别国内政 一个缝止 一个略夺资源 另外西方现在的个人权益 提升和政党政治 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体制的运作 以及竞争的结果 令到贫富悬殊 社会矛盾激化 所以其实两种制度 都有强 有短处 我自己看人类未来的发展 应该是互相互通 有没有取长保短 但现在被看成文明的冲突 美国的说法就是 如果自由世界 无法改变共产中国 将来共产中国 便会改变自由世界 即是变成如此对立 就不是说 你学我的长处 我又学一下你的好东西 现在就变成一个对立 而且要决胜负 不是你死就是我忙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发展是不健康的 要怎样做呢 中国自己也有些问题 中国对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 很多时采取抗拒的态度 否定的态度 我都觉得西方有时是双重标准 用这些普世价值作为干预别国 控制别国的手段 但是西方这些普世价值 也都是民间的普遍信仰 如果中国即使是马克思主义 它里面都有追求平等 自由 个人权利 博爱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政治追求 政治理念的基石 你一下子把它全盘否定 西方的人就会看你成为一种疑虑 这样就会变成排斥 所以中国要让西方知道 人追求的东西很多都有共通 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那才可以 习近平说 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你的思维方式 你的价值完全不一样 你很难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中国要了解西方 为什么会有这些理念 为什么对中国的敌事 要从根本上解决 就不只是否定它 但现在这辆车已经走得这么前 如果突然间作出一些修订 会不会又来一次 質疑修正主义 我相信中国的发展 有人说中国现在好像又向左转 又恢复文革时代 我认为历史基本上是进步的 但是历史也不是直线发展 你看潮仗的时候 海浪也是一浪一浪打来 打完一浪又退回去 但是那浪上的越来越多 退的越来越少 你便是将潮 我自己相信 中国基本上 经过文革这么大的教训 很难完全回头 开放改革是主方向 只不过这个改革的过程中 都有反复 冲前一些又回头试一下 试一下不行 又会再向前 我认为西方都要用这样的态度 去看中国的反复 就不是一有反复 就要置它于死地 而且中国已经不容易被置它于死地 所以中国亦要想办法和西方融合 就不能刺激某些西方 已经认同的价值 施生今天对于文化价值的冲突 解释得很深入 我自己觉得很深入 而且有一些比较词平的观点 我想大家观众、读者 都可以看一看 想一想的 今天同时聊到这里